当年我跟着你老爸打江山 现在多拿一点点 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张天志与叶问争夺永春正宗落败后 决定带着儿子张峰退出武术界 远离江湖上的是是非非 一招办事的差距就是一辈子的差距 如今张天志不再过问江湖事 靠着帮小庙的庙柱执行任务 已经赚到一笔足够开店的钱 庙柱希望张天志临走前能再去打一个恶霸 算是最后帮个忙 可张天志说什么也不肯再干 这么好的身手 不干了 太可惜了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临走前 庙柱有个疑问 到底是枪块还是张天志的拳块 庙柱掏枪的瞬间 张天志栖身而上 黑衣黑帽的托尼突然冲出来 用一种南洋拳法拦住张天志 不过庙柱没有过多为难 自从决定推引江湖 慕仁庄已经成为了晾衣架 张天志很久都没用过永春拳 早餐是白粥油条 工作是开杂货店兼给人送货 日子很简单 也没有宗师的身份 但比和叶问征永春正宗踏实多了 今天是张峰的生日 父子俩约定晚上去吃大餐 当时香港这块地面很乱 歌厅舞女娜娜因为误入歧途 娜娜被带到结少面前 这位是常乐邦帮主的弟弟 性情暴力 娜娜没办法 只能求好友朱莉帮忙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朱莉到场就甩说一打钱 带着娜娜就要走 可杰少得势不饶人 除了这些本钱 还要朱莉再掏500块的利息钱 朱莉的身手不错 艺人也能单挑好几个小混混 眼看就要逃离险境 杰少一棍子抡出去 朱莉正好撞到张天志 给儿子买的礼物被打落 打不过叶问 不代表打不过混混 张天志根本就没用传统永春拳 只是靠粗浅的拳脚 就收拾掉这些杂碎 可从招式里还能看出 永春和巴吉的影子 警察赶到后 张天志觉得已经没事 捡起礼物就要离开 没想到 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回警局 同事打架斗殴 待遇完全不同 英国佬认定 杰少是自卫 让灰色立刻释放杰少的人 人在矮言下 灰色只能照做 得知朱莉是酒吧街赵金虎的妹妹 灰色觉得也不好惹 最后只把张天志一个人留在警局问话 直到重新又录一份口供才放走 张天志到家时已经九点半了 父子俩人来不及说别的 换好西装骑自行车 就奔向西餐厅吃牛排 可惜实在是太晚了 餐厅已经关门 厨师们已经下班 就算张峰今天过生日也没办法 老板戴维递给张天志一张名片 请他下次再来 满心期待落空 对一个孩子来说伤害很大 牛排吃不到 还有什么礼物呢 这是张天志白天特意去买的音乐盒 因为被摔坏 张天志也想从吃的方面补偿 问儿子 除了牛排还想吃什么 常乐帮在君杰的手上 已经发展成第一大帮 规模一旦做大就容易出事 君杰想让常乐在自己手上发展得更好 可父亲留下的老兄弟 不但不配合 甚至还贪污帮里的钱 被君杰提点 竟然还不肯认错 晾伤疤百功劳 说自己当年立下大功 现在不过是多拿一点点 能有什么问题 君杰呵呵一笑 随手拿起算盘砸过去 杀鸡儆猴 给在座的叔父们看 不算你是开国共产 不等于你可以不守规矩 送他回家 君杰准备把现有的黑道生意全部转型 最好三年内能把常乐洗白 但一旦洗白就会影响原有生意 相比正正紧紧做生意 这些人还是想捞偏门 君杰明白大家的想法 做正行确实不如偏门来钱快 但做正行可以保证 不会被抓去坐牢 死于帮派之争 一番苦口婆心 谁知亲弟弟杰绍竟然第一个反对 建议趁着现在常乐正处于风头 继续扩大黑道生意 巩固第一大帮的位置 想通过扩大势力 继续在黑白两道混 既然有不同意见 我们投票决定 支持常乐洗白的请举手 有刚才那个倒霉蛋做示范 在座叔父们全都举手赞同君姐 杰绍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从今天起 常乐正式开始洗白 第一条规矩 就是不许动武 为常乐转型做准备 一旁的小胖子家里是开武馆的 认为张峰肯定是在吹牛 而且现在张天志只是杂货店老板 哪有半分忠师气度 张峰为了老爸的威名和人家打起来 晚上回家时 脸上多了一块瘀青 张天志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一句话没说 只是默默吃饭 既然已经决定退出武术界 就不会在意这些虚名 现在能好好开杂货店也挺好 爸爸 你以后真的不叫永春了吗 在儿子的被褥下压着一碟简报 上面是当年张天志和叶问争霸时的报道 那时他凭借贪绑腐三招 打得武林各门派全都认输服软 还有一家大武馆 门徒众多 现在想来 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牧人庄很久没再用 一辈子当杂货店主也挺好 不过张天志低估了杰绍的报复心 军姐已经严令不许动物 杰绍还是带人仍燃烧瓶 大有把张天志灭口的架势 屋里的火势越来越大 门外又有铁链死死锁着 张天志决定冒险一次 奋力把冰柜推到门口 温度升高 引起智能剂爆炸 铁门终于被炸开 张天志趁机带着儿子滚出火场 看到杰绍和马金生勾结到一起 张天志明白了 这两个坏心肠的人绝不会手软 必须带着儿子赶紧跑 不然小命不保 后面拿刀的杀手穷追不舍 张天志带着孩子根本跑不远 幸好路旁有个熟人过来 张天志把张峰往朱立怀里一塞 腾出手来 决定让这些小混混长长记性 当年能和叶问争夺永春宗师名号的人 这些小混混怎么会是对手 就算不用永春 张天志的身手也是一流 攀爬着招牌躲避追击 利用狭窄空间对敌 张天志很快就把这帮混混解决掉 不料在寻找张峰时 脸上受到一记重拳 竟然是托尼来找张天志过招 那天因为妙柱的阻拦没能一战 如今再次相逢 两人谁都没有留守 托尼打斗中多用走击对敌 拳法带有南洋泰拳的味道 但又不完全是泰拳 更像是融合了多个门派自成一家的拳法 张天志刚才左臂已经受伤 如今面对托尼的进攻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再加上没有使用永春拳 在狭窄空间里 几乎不是托尼的对手 看到张天志有急事 托尼没有再纠缠 张峰高烧不醒 被紧急送往医院 打了吊针才勉强恢复过来 嘴里还一直嚷嚷着想回家 朱莉在苹果上削出个笑脸 好容易才哄张峰开心 好好的孩子伤成这样 就连护士都看不下去 张天志的店被恶意纵火 本来应该把杰绍和马金生捉拿归案 但因为君姐给了英国佬一笔钱 帮弟弟平视 灰色只能告诉张天志 这一次是意外失火 至于追杀的事 更是提都不要提 店被毁了 家也没了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还好朱莉仍美心善 给张天志父子买了衣服 还带他们到自己家住 惊呼是朱莉亲哥 在酒吧街这一带说话很管用 得知张天志救过自己的亲妹妹 便留下张天志 让他在酒吧打工 薪水当租金 可张天志背着儿子进门第一眼 就差点惊掉下巴 你干嘛没事 混了混去穿那么少你 你平常比我穿的更少 我什么时候穿的少了 不管怎么说 好歹有了妻生之地 可看着儿子睡觉 都在做噩梦大喊游火 张天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连夜找到街上卖鸦片的据点 把小混混全都撵走 一把火烧了毒窝 酒吧街最热闹的就是晚上 很多洋人到这里循环作乐 金虎的酒吧生意最好 舞女们胸前被塞满钞票 张天志不太适应这种氛围 尤其是看到朱莉在台上唱歌 抛媚眼的时候 心里好像有种奇怪的醋意 一个醉醺醺的老外碰到张天志 打火机掉在地上 谁知他竟拿钱甩在张天志脸上 让他捡 张天志气得捡起打火机 一把拍碎 要不是金虎陪校拦着老外 酒吧今天晚上就得出大事 金虎告诉张天志 面子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这里的规矩就是客人至上 不要耍臭脾气 天亮后众人才收工 朱莉给张天志上药的时候 张天志好奇 他们为何天天忍气吞声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让客人高兴 你千万不要怪我哥 他是好心怕你得罪杨仁 杨仁可能没得罪 杰绍肯定是得罪了 看到烟馆被搞成这样 杰绍心里的火根本压不住 但君姐早就看不惯 弟弟在外面胡作非为 既然现在烟馆被烧 干脆就让他结业 而且严令弟弟 不许再去找张天志报仇 免得影响常乐声誉 君姐也知道 张天志不是一般人 晚上特意到酒吧赔罪 用一杯酒试探张天志 是不是真那么厉害 黑手之后 彻底服了张天志的功夫 拿出一张万国宝通银行的支票 当作是介绍 烧毁张天志杂货店的赔偿 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追究 没想到张天志不肯收下 说自己烧了烟馆 这支票就当作是赔偿好了 你这样跟我说话 你可真够的 君姐 君姐当然有实力说这话 就连金虎以前也是跟君姐混的 这酒吧也是君姐帮忙才能开起来 见张天志身上有传统舞者的执拗 君姐也不好勉强 只是说以后有需要 随时可以去找自己 离开之前 把那张支票给了金虎 算是了结这件事 张天志就算想报仇 也要先过了金虎这一关 可杰绍就未必了 由马金生这个坏人窜躲 杰绍渐渐有了摆脱君姐压制 从常乐出来自立门户的心思 马金生现在做着卖白粉的生意 杰绍之前开烟馆 也算是专业对口 杰绍不但要和马金生搭档 还想把白粉卖到酒吧街 让你姐知道 我跟你搭档 把我头赶下来喂狗啊 还有啊 酒吧街这个老赵我不敢 马金生本就想搭上杰绍的线 如今欲情故纵 果然达成所愿 金虎还不知道 自己的酒吧已经被人盯上 他以前看过报纸 知道张天志公开挑战夜问的事 曾经那么厉害一个人 怎么就会突然关了拳馆 当杂货店老板 过去的事张天志不想再提 也不想去想 随口说是自己不想交 而且永春拳已经都忘了 金虎当然不信这么个说法 突然出手 张天志躲闪不及 被迫出手应战 可惜金虎空有一身蛮力 打架完全没有技巧 被张天志借力摔到地上 力从地起 凌空出拳是功夫大 我就是喜欢翻跟头 翻跟头是翻不出一代宗师的 只是张天志躲闪金虎的拳头师 想到当年夜问也是这么躲自己的 怒从心头起 一拳打退金虎离开天台 张天志的天际杂货店 已经化成飞灰 儿子特意做的简报也被烧毁 只有蝙蝠侠音乐盒 完好的保存下来 朱莉本就会一些功夫 看到牧人庄 难免好奇想上手 已经烧焦的牧人庄不受力 几拳就被打断 对不起 我把他抓回去 反正我也是用来挂衣服的 张天志是真的不在意 这些天认识了朱莉和金虎 感觉和过去不太一样 朱莉是个乐天派 工作性质让她每天咒服夜出 但只要酒吧街的灯一亮 心里不开心的事就会忘掉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可以在金巴唱歌跳舞了 不管好坏 金虎的酒吧 也算是朱莉的一方小世界 能在这样的乱世中安身立命 已经很不容易 尽管去和留只是一个选择 可人生就是看似有很多选择 其实到头来才发现 只有一个选择 为了感谢金虎兄妹的款待 张天志请大家到西餐厅吃牛排 同时也算给张峰补过生日 对他来说 能认识这些朋友 是他的荣幸 餐厅老板戴维 捧着蛋糕进来 给张峰庆祝生日 这个壮汉看起来还不错 安顿好张天志一行人 又到大厅里忙活慈善拍卖的事 这样的慈善晚会 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场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商界人士 参加这样的晚会 既能够给受灾的人帮忙 又能彰显商人们的爱心和财力 是一件双赢的事 所以大家都热衷参加慈善晚会 第一件拍卖品是古董花瓶 商人们连番叫价 很快从底价5000叫到2万 但军姐开口就是10万 她要借着这个机会 让长乐露脸 为洗白长乐铺路 在场众人都知道军姐的身份 一个社团大姐大 想洗白上岸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拍卖会上接受军姐的钱 就等于和黑道来往过密 会影响其他公司的生率和生意 看大家都有意见 戴维也只能礼貌请军姐离开 军姐怒斥这些人 个个都是扯着正当商人的大旗 为非作歹而已 愤然离开的她 还是低估了弟弟杰绍 白粉真的已经卖到酒吧街 尹君子随处可见 哪儿卖她 是附近那个叫肥龙的男人 一卖给我 肥龙是杰绍的手下 有马金生在背后捣鬼 杰绍被忽悠的一愣一愣 派出大量人马在酒吧街卖白粉 而且还在不断散货 妄图彻底把酒吧街变成要街 张天智打晕一个头目 拿到一包白粉当罪证 想让朱莉把这件事告诉金虎 可朱莉知道 哥哥会顾及军姐的恩情 这件事不会妥善解决的 其实杰绍和马金生 只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小竹子 这片地面上最大的毒贩 其实就是新餐厅的戴维 冷冻柜里表面看起来是牛肉 其实那层全是白粉 这家伙靠着开餐厅伪装身份 白粉生意做得风神水起 马金生赚钱后 提着一箱钱找来 希望戴维让杰绍也加入分一杯羹 没想到这养鬼子 竟然说牛排只有一块 自己只会跟有用的人合作 谁是有用的人 和杰绍这种社团大少演艺 马金生显然是没用的那个 杰绍为了加入白粉生意 根本不顾及朋友情 掏枪就要干掉马金生 原来你姐说的没错 你真是个废物 戴维不在乎谁帮自己销售白粉 这些人做事没底线的 只要有钱赚 是杰绍还是马金生 根本无所谓 君姐还不知道杰绍卖白粉的事 为了早日让社团洗白走正道 已经花费无数心血 张天志不希望白粉再卖到酒吧街 拿着那袋白粉去找了君姐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想你阻止她 这事不简单 我会尽快处理 等君姐开始处理就晚了 娜娜现在刚戒毒成功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忍不住复息 可酒吧工作每天要接触 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人 根本就没有尽心修养的条件 娜娜身体本就没彻底恢复 客人频繁灌酒 让她的身体更居弱 跑到后巷疯狂呜吐 无意中看到墙缝里夹着两包白粉 不慎中了杰少的奸计 你敢偷我的东西 我没有杰少 我没有偷东西 我没有偷人 杰少本就想针对酒吧街搞事 撕开一包白粉硬塞进娜娜嘴里 见娜娜久久不回 朱莉担心出事 刚到外面 就看见杰少的人乘车离开 心知不对 可惜已经晚了 娜娜整个人口鼻流血 已经救不回来了 杰少在外面为非作歹 君姐嘴上不说 心里清楚得很 想用跳棋告诫弟弟及时收手 小时候每次杰少做错事 父亲都会罚他 故意整个晚上反省 君姐就会偷偷进来 陪弟弟下跳棋 这些事杰少记得 而且记得清清楚楚 以至于每当看见跳棋 就会想到错和罚这两个字 你以前都很听我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你 所以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因为君姐的名头太响 杰少总是在他的影子下 因此总想做些事 证明自己有本事有能力 甚至还试图自立门户 一群小混混拿着武器进来 君姐根本就没放心上 他身边的保镖 足以对付这些人 毒品这东西你玩不起的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不等保镖出手 当天志和金虎破门而入 他们要为娜娜讨个公道 小混混们的刀在手中 张天志的刀在心里 再加上有金虎帮忙 还没怎么用力 一群砸碎就已经倒地不起 娜娜可是金虎心仪的对象 每一拳都是灌注全身气力才打出去 现在站着的只剩下高手 金虎拦着保镖 张天志一脚踢晕节哨 正要下手时 君姐出招了 一个社团的大姐大 不可能没有功夫在身上 尤其君姐还是香港第一大帮会的老大 不是张天志不愿意给君姐时间整改 实在是杰少做事过分 今天他必须死 君姐不能眼睁睁看弟弟被打死 奋力拦下张天志 抓起架子上的大刀横批树砍 一顺长一顺强 这时候没武器就是吃亏 眼看衣角已经被割开 君姐却没有收手的意思 这种砍人招式 一看就是磨练多年得来的实战技巧 张天志不敢大意 只能凭借练习八斩刀时的经验勉力应付 金虎手中虽有武器 却被保镖缠住无法支援 只能随手扔过一根钢管 有兵器在手就行 哪怕只是一根普通钢管 金铁交织打得火花四箭 两位高手旗鼓相当 没想到竟然有小人偷袭 背后偷袭实在是太丢人了 君姐看不起这种行为 一刀斩断节哨右手 一手抵不了一命 再追究 我就把你们的酒吧借铲平 人可以不追究 但白粉的事必须解决 杰少被迫说出所有毒品的下落 金虎不知轻重 竟然叫了记者拍照 现在事情已经越烙越大 金虎心里也说不上后悔 他开酒吧是为了赚钱 多年来忍气吞声 只是想逃口饭吃 可忍了这么多年 该来的麻烦还是会来 张天志也有同样的看法 之前他认为功夫是用来让人名扬天下的手段 而且有段时间还给人做打手 通过功夫赚钱 后来放下一切后 以为自己可以淡出江湖 但到头来江湖上的事根本就放不下 就算放下了 也无法真正离开江湖 练武的意义是什么 张天志不知道 当年和叶问闭门比武 一招之差满盘皆输 自那以后 张天志就放弃一切 想换条路重新开始 所以才会开了一家杂货店 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功夫不是用来跟人比高低的 那你上次还比我跟你比高低 我想打你很久 因为金虎找媒体报道 现在已经闹到全香港都知道 结少卖白粉的事 警队高层下令 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 所以英国佬找到戴维 让他用最短时间 把白粉全部运走 越低调越好 戴维不肯 而且还想把带头角度的金虎干掉 他认为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不该有中国人出来当英雄 这件事情坏就坏在 紧黑勾结 当天晚上 金虎的酒吧就遭到搜查 惠哥 我规规矩去做生意 不用玩这么大吧 老外亲自带队 股市跟你开玩笑 合作的 金虎确实很合作 奈何英国人栽赃陷害 把两包白粉塞到前台 说这是从金虎酒吧搜出来的 灰色也没办法 搜出白粉 金虎就只能被带走 张天志忍无可忍 之前自己的店被烧毁 警察收钱后就包庇真凶 现在金虎正正紧紧做生意 因为紧黑勾结 就要遭到如此构陷 我问心无愧 对得起自己良心 现在人赃病祸 我们是不是不能抓人啊 金虎担心张天志再动手惹事 答应跟警察走 他以为 警方会按照规矩 把他带回警局调查 而且有灰色在 不会出大事 没想到英国老支开灰色 车上除了金虎 全都是英国警察 车子停下后 金虎被带到 郊区的一个废旧工厂 看到西餐厅的戴维在这里 金虎知道自己中计了 原来是你这个大慈善家 金虎极度鄙视 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放着好路不走 竟然走卖白粉这条路 还披着慈善的外衣 毒害中国人 他后悔自己 没能早点看清 这个王八蛋的真面目 对着戴维破口大骂 被一拳打倒在地 毕竟有功夫在身 就算双手被绑着 腿法也很凝密 和体型差距 赚戴维占尽优势 找到破绽 抓着手铐 一拳拳轰过去 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 金虎在临死前 抓掉戴维的手链 希望张天志能找到线索 为自己报仇 大家都没想到 金虎本来只是被带走 现在竟然被扣上 为罪潜逃 坠崖而死的黑锅 没人相信金虎会这样 张天志更不信 感觉到金虎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打开一看 竟然是戴维那条手链 事情已经很明白 戴维就是杀害金虎的凶手 自从张天志来到酒吧 似乎一切都不太平了 可这些事说到底 与张天志就没有关系 该来的终究会来 躲不掉的 朱莉拿着刀想去报仇 被张天志夺过 习武之人都是这样 无论到哪里都要主持正义 与此同时 金虎找到妙柱 想用钱买戴维的命 因为他要带着杰绍离开香港 一切重新开始 不过张天志已经上路了 两拳打晕餐厅小弟 提着一包白粉去找戴维算账 白粉可以不承认 那条手链无法抵赖 这一战不可避免 张天志要替朋友讨个公道 每一拳都使出全力 但始终无法破掉戴维的防御 甚至还被戴维一个上钩拳打飞出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不等打倒对方 自己的体力就会耗尽 现在不是留守的时候了 张天志必须使出永春 永春一出 谁与争锋 当初败在叶问手上不丢人 自家人互相切磋 输了没事 现在打这个坏事做尽的老外 那就必须赢 张天志的永春 本就攻势灵力 而且和叶问交手后 学会了融合多加长处 腿法称为张天志 在远距离攻击中 力道不够的补充 戴维已经打不过张天志 就在大仇得报之际 灰色来了 英国佬要以伤害他人的罪名 逮捕张天志 就算张天志说 餐厅藏有毒品也不行 如此偏袒形势 连围观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无辜群众脑袋上挨了一棍子 张天志终于看不下去 愤而出手 大家被这些英国警察 欺负得太狠了 连灰色尔都看不下去 带人从西餐厅搜出大量白粉 要指控代为贩毒 英国佬明顽不灵 还想继续包庇 灰色尔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戴上手铐 押回去交给处长 眼看大势已去 戴维悄悄从街角溜走 张天志没想到 自己没能打死的戴维 竟然被托尼偷了人头 一根冰针甩出 直中戴维后脑 事了服依去 深藏公允 平淡的生活还在继续 张天志 朱丽 张峰 一家三口 白粥油条 这才是生活 这才是人间正道 张靖的打戏依旧精彩 柳妍的颜值依旧在线 可剧本和叶问四部曲完全不同 虽然也有家国大义 也有对抗列强 可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 打戏动作虽然酷炫 但最后一场打戏完全跑偏了 用吊威亚代替本应该有的自然坠落和腾空 完全没有交手带来的震撼和真实感 也让这部叶问外传 离叶问这个超级大IP越来越远